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今天再繼續我們分享一些有系列 就是婦女在懷孕期間經常遇到的問題 我們怎樣可以用同類療法來幫她們處理 不如我們今天又再幫聽眾說一下 經常聽到一些問題 就是婦女生產完之後 會產生了一個症狀叫產後抑鬱問題 在臨床上的療劑可以怎樣幫助我們這些病人呢 其實很多人可能都認識很多初生的產婦 生了一個小孩沒有多久 就會經歷產後抑鬱 通常都不是很嚴重 可能持續幾天而已 因為通常他們生了小孩要回家 接著要面對很多新的責任 要處理新生的嬰兒 可能她從來是第一次經驗 而且要繼續照顧家庭和家庭 但有時候這些問題可以變得比較嚴重 不是幾天就自己康復 有時候可能持續下去 就需要用一個好的同學療法的療劑去處理 有什麼療劑呢 我跟大家介紹也有幾種 經常可以用在這方面 第一就是阿森利金阿爾文 通常身形的人 通常比較上是很不安很緊張 可能她又怕死 通常她是凌晨到三點鐘是特別差的 有時候她緊張到害怕到 加上有自殺的傾向 新的人很多時候會拒絕接受治療 她認為這是沒用的 最重要是她認為浪費錢 一方面覺得沒用 另一方面覺得不想浪費 有少許淪色的性格 身形的人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有身形的人 就用這個療劑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金 金屬的金 Aurum Metallicum 通常金型的症狀 通常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但她是很强硬的 有時候會和你爭拗 和你搏嘴 也對那些聲音特別敏感 很多時候睡覺有些心人聲音 半夜四點鐘又醒 然後只能够睡眠 情緒低落是很深層的 是很強有自殺的傾向 另外一種是Ignatia Amara 是女宋果 通常女宋果的人 是比較敏感的 她覺得憂愁、無望 少許說她或者批評 都會令到她哭 或者令到她很生氣 是一個很緊張的女性 還有她有時候會覺得 她覺得不行了 我睡不著了 所以她會緊張、敏感、很容易生氣 或者興奮 通常在這種情緒失落、悲傷之下 通常也會失眠這個狀 女宋果的人通常的情緒是轉得很快的 高高低低、不定的 也有時候我們覺得 好像有些歇斯底里的反應 另外一種是Lun Lun型的人基本上是很敏感的 對周圍的環境 例如光、氣味、聲音很敏感 充滿恐懼 但鄰形的人是很開放、很外向的性格 很喜歡找人幫忙 還有鄰形的人很容易用按摩、磁性治療 或者用語言的催眠 他會很容易受到這些影響 鄰形的人很喜歡喝冰水 但很多時候冰水入肚子 暖了之後就會吐出來 通常鄰形的人比較高高、高高瘦瘦 頭髮幼幼、眼睫毛長長 一種形態鄰形的人 另外就是Pulsatela nigricum 就是白頭翁 白頭翁的人的情緒很容易表露出來 很容易哭 小小事他就會哭 一邊餵催眠 他就傷心起來、足情起來就會哭 還有白頭翁很需要安慰 需要人陪伴 通常他會一邊哭 一邊說他的症狀、問題 安慰他會幫到他 白頭翁很喜歡在戶外 有時候他不高興去戶外散步 新鮮空氣走 他會即時覺得很舒服 白頭翁的人的情緒有很多波動 他喜歡吃冷的食物 涼拌的食物 而且不是很口渴 雖然口乾也好 也不是很口渴 他怕焗、怕烈、怕焗 但冷時會令他打爛神 他怕焗的人 所以他有時候喜歡去戶外散步 會舒服一些 接著另一種是Cepia Cepia officinalis 蜜如濕 蜜如濕跟剛才所說的幾隻療犀很不同 他的心情可以說是很冷淡 雖然生了小孩 但對小佛生的嬰兒 又不是覺得很有感情 對家人、對丈夫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覺得要離開、獨處一會兒 不喜歡人在這裏 如果有些人陪伴他 很快就會哭起來 蜜如濕的人 通常身體和精神情況都很累 吃的東西就會好些 但有時候聞到食物的味道 就會迅速嘔 這些幾隻療劑 可以幫助產後抑鬱的問題 好啊 產後抑鬱的症狀 相信大家都有聽聞過 甚至是身邊或認識到的朋友 都會遇過這些情況 可以是很輕微的 只是一個新環境的適應 但也在新聞上 我們也有時遇見到 是比較嚴重的問題的出現 所以如果家中常備了一些療劑 或者今天大家聽了這一集之後 了解了幾隻癌醫生 剛才提到的幾隻療劑 遇到有這些問題的情況的病人 可以即時使用 不需要達到及早治療的方向 始終生完嬰兒應該是很開心的事情 不應該受到憂慮 而影響到整個家庭 多謝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电邀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可以上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新听,拜拜!